现在人们的压力都是特别大的 每天都需要花费的钱特别多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家里种地 根本就得不到什么钱 就开始到城市里工作 每天都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就算是放假了 人们也不会到外面游玩 会在出租屋里美美地睡上一觉 或者是看看手机玩玩游戏 而在前段时间有很多消息称 一位男子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床底 准备伸手键的时候吓得果断报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原来这位男子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条发布蛇 相信听名字大家都知道 这种蛇的毒性是特别强的 如果被他咬到没有人及时帮忙治疗 那小命就丢了 所以这位男子特别害怕 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果断选择报警 静静地等待着警察到来 男子特别害怕自己随意移动 就会引起这条蛇的注意 会将自己咬伤 警察听到消息后就立即赶到了现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这条毒蛇抓住 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都觉得这真的是太惊险了 可以说手机救了这位男子一命 如果不是手机掉落的话 男子根本就不会发现这条蛇 那小命很有可能会不保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特别神秘的 他经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在平常一定要多多注意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